伴隨著歷史悠久的日式建築 在櫻花的襯托下 有著古色古香的美感 這裡是清愛村萬大電廠舊宿舍 每年櫻花盛開時節 總會吸引許多遊客來這裡拍照取景 對 那很想來這邊欣賞滿山的櫻花 所以就特別從台中來 那有些開得滿茂盛的 那有的還含包棕 所以應該花期還有好一陣子喔 其實我們今年主要規劃七個村 那也有幾個部落 他們有主要的櫻花景點萬大 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仁愛鄉素有櫻花之都的美稱 此時公路兩旁 幾乎都能看見櫻花盛開的景象 花季期間 總能看見許多遊客前來朝聖 傳說其中 為了讓遊客有更好的體驗 也為了帶動部落經濟發展 相公所辦理櫻花季系列活動 希望為賞花活動創造更多附加價值 那這個整個活動大概長達三個禮拜 那除了2月3號的開幕季的查會之外 在2月18、19號 我們也會在春陽大道 也是我們櫻花大道那邊辦了一個櫻花季的活動 那在3月10號呢 在松林部落也會辦一個布蘭市集 因為從來沒有來過嘛 那這邊想要體會一下 泰雅族跟賽德克族的那種民俗風情 活動期間 遊客初來來到仁愛鄉賞音 還可以看到民族文化的展演節目 還有當地新鮮的農特產可以帶回去 不僅自己收穫滿滿 也可以幫助到部落主人經濟 原視新聞NO 南投仁愛 超網報導 proven在地域的地方 也會做到